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,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,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,一个个病恶而死,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 多年以后,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,倾听他们的回忆,记录他们的过去。 于是,一段早已被人遗忘,却触目惊心的往事,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 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家编沟纪事》。 作者杨显慧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颇奖 聂梅 吕鹏 刘文山他们三个人,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,急急忙忙地跑到火房打饭。 他们蹲在火房的墙根里,喝完糊糊,一人端了一脸盆开水,回到宿舍。 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,做吃得不方便,两个人就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。 他们把兔子洗干净,把肚肠子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,然后在窑洞里点起火来,煮兔子肉。 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,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。 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,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盐使,可是烟大,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。 肉快煮熟了,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给引来了。 他围着被当成锅的脸盆转,嘖嘖撑线。 哎呀,真香啊,哎呀,真香啊,你们煮肉了。 谁也不回答,他又问,煮的啥肉嘛,怎么这么香啊? 还是谁也不说话。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,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。 他厚皮赖脸的在旁边坐着,伸着手烤火,时不时摸一下那口锅,又碰碰锅盖。 哎呀,真香啊,哎呀,真香啊,你们从哪儿弄来的肉啊? 三个人都不回答。 艰苦的生活,使人们的感情淡漠了,什么礼貌啊,同情啊,仁义道德呀,都消灭殆尽了,抛到爪哇国去了。 但是,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,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。 他说,啊,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,是小灶上的吹噬员撇出来的,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,他们把药放上了,没堵死老鼠,倒把兔子给堵死了。 他们不敢吃,就给撇了,我们捡来了。 陆成民不断地点头。 对,对,干部造那儿是有兔子,是从加鞭沟养兔场抓来的。 哎,那些家伙,我们连汤都喝不上,他们天天吃兔子肉。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,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化为右派的。 他是个南方人,由于离家远,进加鞭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,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,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。 他进加鞭沟的时候,才二十二岁,但现在,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,形同木乃伊。 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险贵靠山,农场照顾他,经常干点儿清活,否则早就没命了。 刘文山跟他说话,他的心里就燃起了一丝希望,他不停地念叨着。 哎呀,真香啊,真香啊,给我一点吃好不好。 刘文山不说话了,他不想给,也不愿意给,但是为了推脱,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,那意思是,我做不了主,你要问他们。 陆成您把脸转向了胡永顺,哀求地说,老胡,给我一点来。 胡永顺往火里添卤草,头也不抬地说,我们还没吃呢,你就想要。 张维让干脆地说,走吧,你快走吧,我们自己都不够吃,能给你吗? 陆成您,善善地站起来,走了。 过了一会儿,兔子肉熟了,三个人又撕又啃地吃了。 吃完了肉,他们觉得骨头也是有营养的,就有长时间的烧火,煮,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。 吃了骨头,喝完了汤,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,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。 张维让,连地方都没挪一下,也没有脱衣服,拉开被子就睡了。 窑洞里的残火,很长时间才灭,加上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,转化为热量,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。 这一天夜里,张维让没觉得怎么冷。 这天夜里,下了一场雪,小雪,天亮以后就停了,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。 来自外蒙古的寒流,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,侵袭了甘肃。 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,刮着凌冽的寒风,大白天,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。 人们都躲在地窝子里,或握或坐。 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,便冒着刺骨的寒风,跑出去拔上几把芦苇和薅草回来,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,点火煮草籽。 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,煮成糊糊,没存货的,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。 薅草冒出的烟雾,呛得满屋的人咳嗽不止。 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,但睡在门口的人就大骂起来。 你要把我冻死吗,虾熊!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,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,几十个人这才不至于冻僵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。 加编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,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,后多次再版。 他的写作,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,更以个人叙述,细节描写的方式,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 而加编沟记事,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歌群岛。 长篇记事作品,加编沟记事,正在播出。 挨过了白皱,寂寥的长叶降临了。 晚饭又是一碗轻烈烈的豆面糊糊,飘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。 喝完了糊糊,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,脱掉穿在外面的大棉袄,准备睡觉。 这时候,他听见外面有人吹哨子。 尖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,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。 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! 刘文山躺下了,他心想,开会就开会吧,就躺着听吧。 地窝子里,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,开会时就躺着,队长也没说过啥。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。 这一天,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,还有一些不熟悉的人,其他分队的一帮人。 而且,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,多了几名就业人员,就业人员手里都提着麻绳。 刘文山的心里一惊,又出啥事了,又跑人了吗? 怎么这样大动干戈呢? 人多,诺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。 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,好疼地方。 人都坐好了,大家也都很惊奇,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,有人低声交谈。 嘿,这是出什么事了? 后来,管教科的袁干事走了进来,人们突然静下来,看着他。 宋新亭说,现在开会,请袁干事讲话。 这位袁干事叫袁志明,二十几岁,还是个青年娃娃。 右派们当中传说,这是个共青团圆,五都人,他刚刚结婚,女人也是五都人,很漂亮,但没有工作,住在嘉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。 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,就是追捕逃逸者。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,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。 让让让让,这块流出块地方来。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边挪动,引起了一阵骚动,但很快就静下来了。 人们明白,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,不知道谁做下错事了,要倒霉了。 袁干事开始讲话了,他的眼睛细小,但眼睛很亮,说话的口气很硬。 在我们二战,有些灭绝人性的人,惨无人道的人。 他停顿了一下,意在强调警示,引起大家的注意,然后说。 吃人肉,他们从坟摊上挖着吃。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,最新章节,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,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,下意识地压了一声,然后又都寂静无声了。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,而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。 家边沟的劳教分子,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,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 传统礼仪,道德观念还是有的,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,猪狗不如的事情来吗? 这时候,袁干事喊了一声,出来!吃下人肉的人,站出来! 没人站出来,会场鸦雀无声。 没人站出来,怎么,胆气了吗? 人肉都吃下了,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? 还是没人站出来。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。 这时,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,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,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。 哎,还真不站出来啊! 怎么,要我点名啊,点了名才站出来啊! 那好,那我可就点名了哦! 他突然把眼睛一瞪,张维让,站出来!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,原先是坐在门口的,后来被轰到里边,坐在刘文山的旁边。 听见袁干事喊他,先是正了一下,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。 袁,袁干事,我可,我可没吃,吃,出来! 袁干事! 张维让还想辩解,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,泥脚踩到地铺上,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。 张维让从火房下来不久,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,脸色也是红润的,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,身体筛糠一般的哆嗦,他的嗓子发出了哭腔。 没,没有啊,袁干事,我,我没有吃人肉啊! 没吃? 你个驴日下的,不给你来点厉害的,你还嘴硬,不承认! 捆起来,给我捆起来!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,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,一人抓住一头,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,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,手心对着手心。 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,他的嘴里喊着,没有啊,我没有吃啊,冤枉啊! 他挣扎着,不叫人绑,把两只手给睁开了。 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,似乎很是气氛,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,正踩在小腿肚上面的腿弯处,他扑通一声跪下了。 就业人员就是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,从手腕处记了个死结,接着,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面早就完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。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啊,袁干事,我没吃人肉啊! 但是,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子头,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,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,两个人同时一用力,唰的一声响,他便像挨仔的猪一样尖叫起来。 啊!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,他再也叫不出声来了,像是断了气一样。 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,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。 他的胳膊不知道是哪个关节咔啪啪响了几声,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的喊叫声一样叫了两声。 哎呦!哎呦!我的妈呀!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,放了手。 张维让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。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,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,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。 但这个时候,袁干事又喊了一声,胡永顺,出来! 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地窝子深处,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。 由于地窝子很大,灯光照不透里边,地铺上还做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。 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,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。 怎么?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? 他看不见胡永顺,但是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。 谁说我吃人肉了?谁说我吃人肉了? 袁干事,你不要血口喷人啊!你拿出证据来!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。 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,他不是辩解,而是质问。 他平时说话做事,也都和其他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,对管教干部不害怕,也不尊敬,说话粗声粗气的。 袁干事说,证据,当然有证据,有人检举,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,手里拿着铁线。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一头走过来了,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,大声地说。 胡说,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肠上斗麦草去了,我们就没去过坟地。 谁揭发的,你叫他站出来说。 干什么,叫揭发的人站出来,你想将来报复吗? 啊?我告诉你,我们都调查过了,前天埋掉的徐清源,叫你们挖了出来,一条腿没了。 腿没了就是我们吃的了,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。 哼,老子,你还满嘴的老子呢?你狗日的嘴这么硬,老子也告诉你,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,昨天夜里煮着吃。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。 兔子肉?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? 那么大块的兔子肉?你看见了? 我没看见,有人看见了,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。 说到这儿,袁干事回过头喊,拿来,把盆子拿来,叫大家看看。 这时候,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盆来。 袁干事接过来,一只一只举在风灯前,朝着右派们说。 看!大家都看! 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呢?这不是证据吧?啊? 胡永顺,你还有什么话说? 那是兔子血。 什么?你还在抵赖?啊? 铁证如山,人证物证俱全,你还抵赖?给我困起来!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,扭的扭,踩的踩,把胡永顺踩翻在地。 胡永顺,起先是大骂,狗日的你们捆我,你们敢捆我。 但接着,就惨叫不已。 哎呦,我的妈呀!哎呦,妈呀!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,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,被捆了起来,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辨,刘文山吓慌了。 他在心里想,怎么办?这可怎么办呢? 怎样才能讲得清楚,躲过这五花大榜的厄运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